就是银行取的钱我才不放心的啊 我就是在股上银行取了五万块钱 我直接我都听到这个农村信用事 信用事他给我说 我这五万块钱少了两千 大姐刚从银行取了五万块现金 点钱时却发现少了两千 扭头再去询问 银行却将它拒之门外 并且态度极其恶劣 强硬的表示只赔付一千 爱要不要 那如果银行没错 为何还会主动归还一半现金 其背后又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眼前的正在急需用钱的李女士 这天因为家里出了些琐事 需要五万块钱解决 她便只身一人来到了郑州某家工商银行 可还没拿到钱 工作人员便先让签字 出于信任 李女士并没有当面点清 随即来到了对面的信用社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使用印钞机清点结束后 却表示这是四万八千元 大姐听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可能 我刚在对面取的钱还没拿热乎呢 咋会少了两千 工作人员赶忙解释 或许上家银行数错了 我这边你也看到了 确实少了两千 李女士见状顿时有些恼火 气势汹汹 回到了刚才的工商银行 可面对这一投诉 经理监控都没看 直接表示 在取钱时双方都是核对过的 不可能出错 所以我们这里都明确写了规定 李贵盖不负责 甚至言语中还在暗暗嘲讽 大姐想钱想疯了 偷偷将两千块藏了起来 进行敲诈 李女士听后自然不会愿意 随即和工作人员理论了起来 不曾想 却被经理联手轰了出去 看到银行的态度如此恶劣 大姐气不打一处来 当场打电话 叫来了几个朋友帮忙 原来 这次取钱是哥哥遇到了麻烦 急需五万块周转 李女士这才取钱 想要存到大哥的卡上 可谁知就眨眼的功夫 竟然直接少了两千块 刚开始 李女士还以为是信用社查错了 回头反复查看监控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工作人员正常验钞完 确实少了两千块 于是 李女士便又来到了工商银行 要求查看他们的监控录像 不曾想经理却以不是领导和相关部门为由 拒绝了申请 还表示 大姐取完钱后 出去转了一圈 过了一个多小时 才发现金额不对 谁知道他背地里做了什么 现在想要赔偿 绝对不可能 随后 又大言不惭地称 看看墙上 李贵不负责的声明 李女士听后 气不打一处来 直言 在取钱的时候 你们工作人员 直接让我签字 给我数钱的机会了吗 这属于违规操作 少钱了 不该积极赔偿吗 面对大姐的聚聚直击要害 经理依旧表示 他们没有问题 甚至一起指责李女士 栽赃陷害 那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取这钱 我才不放心的 我就是在工商银行取了五万块钱 我直接我都听到这个农村信用事 信用事 他给我说 我这五万块钱 少了两钱 河南大姐 从银行取走五万块现金 回家后 却发现少了两千 扭头再去银行询问 经理却将他轰出门外 并且态度极其恶劣 强硬的表示 只赔付一千 你爱要不要 那如果银行没错 为何还会主动归还一半现金 背后又隐藏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李女士的朋友 赔到现场后 一致认为 在核对钱数方面 银行的确有些欠缺 应该付出相应的责任 随后便坐在了一起 心平气和的协商 经过几个回合的拉扯 最终 经理表示 愿意承担一半损失 为李女士补上一千块 而大姐听后 自然不会愿意 毕竟原本就是银行的失误 少给了两千块 现在只补偿一半 还称什么人道主义 回去后越想越气 甚至整晚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 就叫来了几个闺蜜 帮自己出这口恶气 其中一人提出 可以找消费者协会 或者寻求法律支援 于是 李女士当即便拨通了电话 工作人员听后表示 绝对会彻查此事 与此同时 大姐还咨询了一位律师 将自己的遭遇诉说后 律师告诉她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 有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责任 虽然 李女士没有当面核对资金 但过错方是他们的员工 不仅查错了钱 并且还没有主动提醒客户 为了查明背后的真相 大姐随即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查看监控 可负责人依旧表示 监控属于内部资料 无法提供 甚至还将责任 全都推到了客户身上 直言 全都是李女士自己的失误 最终在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下 双方再次进行了协商 可银行态度依旧坚决 一句话 只赔偿一千块 爱要不要 李女士健壮 气得摔门离去 本以为此事会告一段落 未曾想 反转还在后面 河南大姐从银行取走五万块现金 回家后 却发现少了两千 扭头再去银行询问 经理却将她轰出门外 并且态度极其恶劣 强硬地表示 只赔付一千 你爱要不要 面对两次商议无果 李女士选择了求助媒体 曝光郑州这家银行 她希望此事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让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交易 变得更加透明 而不是先签字再给钱 很快 此事经过不断的发酵 一度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网友纷纷指责银行 在服务过程中 极度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 处理消费者纠纷时 只会一味地推脱责任 而且态度十分地恶劣 没有主动拿出证据 和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 面对各种舆论的压力 没多久 工商银行的高层顶不住了 开始了彻查本次事件 并重新对员工进行了严格培训 将服务过程变得更加透明 以及态度做出了改善 而李女士也不再接受调解 直接将银行起诉到了上级法院 他的律师在法庭上 执意要求被告人 必须拿出监控 还原事情的真相 因为拒绝为顾客提供监控 属于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而不是动不动就言语威胁 对客户的诉求不管不顾 最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 银行赔偿了2000块现金 和其他的诉讼费用 不过 在这场维护权益的过程中 李女士浪费了大把时间和精力 甚至为此还因多次请假 扣了不少工资 但好在结果大坏人心 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自此 希望银行能够做出相应的改善 对招聘员工方面也严格把控 好了 本期到此结束 大家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 我先开始